明天的世界 不是两码事没有什么事 不要出这样想 不要出这样思维 这样你会去 走很多万路的这样子 直接就困掉 你就不是什么 只是你现在的修正状态 你始终安住在你就是如来的状态上 没有佛跟魔术 你就是空性 说如来你们早相 那你就是空性 你就是道本体 那就在这个点上 然后去清晰 去破所有的执着 破佛像的执着 魔像的执着 切入天魔道的人 其实在根本的欲望上 有一点就是说 还是着明立想 就是说希望自己怎么样 就是说因为天魔是一种 其实其他的 不管他做什么 那些都是小说 其实在根本里边的欲望上 就是说很小 就变成就是那种 征服一切 无所不能 就是那种征服所有的 就是那种欲望太强 太强势了 其实修行以后 也想要成佛做教主 就是那种 那种所有的人都听我的 什么什么 就这种心气 由于导致 今日天魔道 不够平常心 平常心不够平凡 没有看到平凡的人 就是平常心 一颗平常心的 美丽和伟大 他的神圣 就是说 只有你的心很平常 你才能做 你才真的能征服一切 真的是做所有的事 那种心 你就算是所有的人 困在你面前 都不是对你臣服 他是对你的穴室 臣服 对你的精切 臣服 因为 有一天你没有这些 马上就把你干掉 因为那是你的欲望 佛陀是用智慧来去做事的 不像转如圣王 他是用武力 什么 佛陀是用智慧 所有的人 我们顶礼叩拜 生命 他就有了空性的智慧 而这种空性的智慧 是我们的本性 所以我们叩拜佛陀的时候 其实是叩拜我们里边那个佛 叩拜我们最神圣的 我们里边最完美的那个东西 而所有的人希望呢 别人叩拜你是 希望叩拜你 你希望达到那个 所有的教主的位置 然后所有的人去叩拜你 当然你不是啊 我只是举个例子 天魔是希望这样的 希望统治所有的世界 他有这种欲望 就这种强烈的欲望是 始终他到最后神通居住 都那个我在那里 因为我要统治 这个就而且气很瘦 而且其实这个是一种无名 没智慧的表现 智慧不圆满 看不透嘛 你统治的东西是空花 对佛爷里这一片空 虚幻的东西 你要统治这个虚空 你有什么可统治 你没看透这一句 所以你才找一下 你统治这些东西 你统治了全世界 你统治了全宇宙 全世界所有的一切东西 都是你的 你都在拥有你的名下 就算天魔活到几大截 他有一天也会死 他只要在石窟里 破不掉我 那个我总有一天会死 他只是寿命可能很久 然后有一天他死了 他照样弄 他照样失去 而且他死的时候 一切无所得 没有什么东西 真的是属于你的 因为你本来自己 也没有什么东西 自我也是虚幻的 所以那个野心是虚幻的 在修认中 怎么样去避免 进入到这种状态 就入入这种状态 当你知道 你有这种状态的时候 你就放下了 每时每刻察觉到 你有这种野心 跟欲望的时候 把它清理掉 回归平朝行 平反 看清楚这个世界 最伟大 最神圣的东西 你喜欢什么 在我们人世间 在你们没有称到以前 人世间的游戏很多种 你喜欢什么 这个没有什么 你都喜欢缺世 我就喜欢那种缺世 缺世 征服一切的欲望 那种缺世 我觉得很过瘾 很开心 有的人喜欢 我就游山玩水 我就 我不爱取名利 我就去 拗游签下 拗游四方 我觉得这个生活和 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 没有什么不同 这种喜欢都是 有时就是执着 取舍嘛 这个世界有种种相 我们心在取舍分别 你取 选这个不选那个 等等 所有的取舍都在轮回之中 所有的取舍都在轮回之中 所有心有取舍都在轮回 因为你不知道真相 你才取舍 你不知道 他们两个本质上是一样的 你才取红的不要白的 你才 因为取红的不要白的 所以白的很苦 你才会出现这些 这个世界才出现不平的 因为你分别取舍 这个世界有差别 有美有仇有够也近 不是你的心分别出来 但是每个人的心分别的 又不一样 所以这个世界没有定向 定法 因为你说白的好 他说好的好 取舍不同 差别出现了这个世界 如果我们的心不再取舍 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 所有的人呈现的 共业的世界 极乐世界 平等 不够 没有生命 不够不尽 没有男女相 没有烦恼 没有痛苦 我爱吃这个东西 我爱吃这个东西 还有我爱吃这个东西 是你